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次比赛 这是王天一 王天一是我们现在等级分排名第一的棋手 今年的象甲联赛预选赛 它是代表了广西跨世纪象棋队 最后好像也是非常顺利的冲甲成功 最后今年可能是要参加决赛的比赛 也将代表广西跨世纪 对 广西跨世纪 这是陈冲 是河北级的棋手 这个联赛我们现在有很多队员流动性很大 这是申鹏 申鹏这次比赛好像也是代表的广西 对 广西跨世纪 本次比赛是代表的中国棋院杭州分院相集队 浦凤波是原老将 也是特级大师 来自辽宁的棋手 这个是胡晓静 蒋凤山 这位是特级大师庄玉婷 他是广东籍棋手 但本次比赛是代表的山西 广西永宁建设集团 对 这好像也是一位湖北籍的 程浸超 程浸超 也是一位相集大师 这是谁吧 孟晨 好像是孟晨 这是广西跨世纪 罗德第一名 广西队今天阵容很强大 我刚才好像还看到了王岳飞 对 这个非常强大的一个阵容 好 欢迎朋友们回来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 杭州市象棋协会队的郭凤达 对中国企愿杭州分院的汪洋 象棋特约大师汪洋 汪洋本来是湖北棋手 但今年是代表了杭州分院 对 中国企愿杭州分院 好 我们来看棋局 向三进五 郭凤达 对 对 对 黑邦选择了抛二平四 对 这常用 这汪洋选择一个常用变化 鸡九进一 鸡九平六 马八进七 那么下到这儿 大家也是看到一个常用的布局 以往 红方大多选择的是马八进九的变化 给大家简单摆一摆 马八进九 黑方 鸡一平二 红方 冰九进一 黑方 鸡二进四 那么红方有 鸡六进三的变化 今后 鸡二平六 避免他进马打鸡 红方如果马九进八 黑方足三进一 下到这儿呢 是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布局格式 那么这盘棋 红方在这个局面下选择了冰三进一的下方 它是加快了红方三路马的出击速度 这是一个比较最近也是比较流行的构思 那么黑方还是选择鸡一平二 这个布局非常的正常 现在红方 炮了平四 这时候 黑方是实战中 汪洋在这里走了一个炮四平五 这个我感觉是一个颇有心意的选择 是 以往这个棋的下方 黑方大多选择的是出击 因为你的炮让开了 我加快出击的速度 这样来压制红方的出子 那么红方一般都是接走马二进三 黑方平炮两局 对 平炮两局是正常的下法 那么红方马三进四 黑方足三进一 红方马八进九 黑方 炮四平五 红方再不适 黑方这时候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下法 是鞠八进三 这招鞋的主要目的就是今后准备鞠二进五 来攻击红马 那么红方这时候肯定是并九进一 完了炮五 炮五进四 红方拘留进二抓 黑方炮五推二 下到这儿 红方的阵型比较厚实 但是黑方就是获得了一个中足的便宜 所以双方都是可以满意的一个格局 这是以往骑手们的下法 常用下法 那么这盘棋 汪洋这位特级大师也是对布局可以说是研究有素 直接选择了这边的鞠 直接选择了炮四平五 展开中路进攻 那么实战中 红方的选择是十四进五 这个棋 从后来结果看 感觉上速度有些慢了 其实红方还是应该走马二进三 加快出子速度 如果黑方出拘 红方拘一平二 黑方如果走足五进一 红方就拘二进六 就是压住 这样下 恐怕红方在出子速度上不会有过多的落后 对 中路即使你今后冲的话 暂时也不敢打下 所以说这个棋 红方这么下 感觉是步调好一些 那么咱们看一下实战 实战中 红方是四进五 这段棋显得比较慢了 那么黑方 足五进一 汪洋这选择炮四平五以后 又连续的足五进一展开中路进攻 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构思 李老师我记得咱们象棋的一个口诀 是叫做起炮在中宫鸳鸯马去宫 对 实际是古代棋手给我们留下的一个宝贵经验 这句话应该是来自破相局的 破试相局的一个口诀 就是说对方握走飞相局 那么我们可以采用中炮盘头马的攻势 那么这一盘棋就是汪洋很好的来诠释了这个口诀 看看我们特异大师是如何在这个局面下掌控的 那么这个时候红方进居 汪洋炮金丝打掉 红方吃足五 黑方马七进五 那么下到这个局面 我们大家看一下黑方的厨子非常的顺畅 对吧 是 非常顺畅 完了红方显得频繁的走动了一个局 对 在我们的布局原则中 其中有一点就是不要频繁的走动一个大子 是吧 那么这个棋现在红方过于的频繁走动一个子 显得有些落后了 在这个局面下 实际上红方还是应该加快出子速度 比如说是马二进三跳个马 赶紧出居来牵制一下黑方 那么这盘棋现在这个郭凤达当时不知道 是不是意识到了自己出子速度上的落后 选择了一个跑八进四 黑方跑八平六 那么跑八平六以后准备跑六进一 打局得子 那么红方平胖 北方只好吃 对 马三进五 马三进五吃 那么红方 马八进七 李老师这个时候打炮是不是叫做次序 对 现在呢 由于这个红方借着攻击中炮开动子力 黑方呢 就是选择了一个比较好的次序 因为如果你现在 如果先退炮的话 那么红方呢 有可能先收招鞠 收招鞠以后呢 下一招他是拘留退一 来攻击黑中足 那么黑方的这个阵型就会出现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呢 黑方是先走 跑六进一 是一个非常好的次序 这个打完之后呢 这个黑炮还在这里 打完之后 红方 退居 黑方再走炮五退一 这样 那个红方 还是继续出动子力 马二进三 下一步棋呢 就是 我觉得汪洋特级大师下的非常的激警 他并没有急于走鞠九平八 因为如果这手走鞠九平八的话呢 好像是抢了个鞠 先封住了红鞠 但是呢 红方有一步非常顽强的好棋 炮四进一 炮四进一 这样今后炮四平五以后呢 黑方的中路呢 这个集团军好像是要遭到 红方的阻击 所以这个时候汪洋非常的机敏 现在黑方选择向七进五 向七进五呢 他实际是一个加厚了中路 一个呢 今后准备支持黑马 马五进三以后 形成一个良好的攻击阵型 那么红方现在也很有意思 他没有急于出居 他呢 选择的是一个非常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顽强的下法 因为现在如果出居的话 那么人家马五进三以后 形成良好的阵型 今后不是马五进三 今后还可以平炮打狙 对 那么这个攻势可以异于发展 那么现在 红方也是非常强硬的 顽强的防御 炮四进一 准备在中路反击 林老师这个棋 我看的时候 哎呀我很担心这个中路啊 我们可能 如果这个真的中足被打掉的话 那么黑方在中路集结的这个优势恐怕 就要瞬间消失了 那么我们看汪洋呢 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他马五进三 红方炮四平五 这招棋非常的厉害 如果一打足 黑马就要丢掉了 对 那在这个局面下呢 汪洋特技大师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精巧的攻击手段 那么他是怎么下的呢 我们那个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稍后我们再给大家讲解 好 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解棋局 下到这儿呢 现在 这个时候 这个炮打足可怎么办呀 这个黑方 对 现在红方 红方刚才炮四进一炮四平五 它的目的就是准备瓦解黑方来自中路的公式 那么如果这个公式被瓦解掉的话 那么发展下去 黑方未必能有什么大的便宜 补个市不行吧 这个时候如果补市的话 中族就白白的丧失了 比如说如果现在你十六进五 那他很有可能就先打掉了 打掉 打掉吃着马呢 你现在还没办法 电上 如果电上的呢 人家 比如说吧 人家还可以平炮 别住你 对 对 对 这样你好像也不太好 或者呢 人家跳马也行 人中路也很厚实 对 这边你要出局 人也可以采取对局的手段 那这个竹子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看一看 这个特技大师汪洋 是在这个局面下 是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怎样的攻击手段 那么在当时黑方选择了炮武器二 气泡轰向 对 这个气看起来 这个恐怕郭凤达也是始料未及的 是的 我觉得好像有点害怕 先少了个子 是啊 少了个子 那么没办法先飞掉 飞掉以后呢 其实当时给大家感觉说 没事啊 我这还先手吃着马呢 吃着马 你丢了个子 我还是个先手 我应该有充裕的时间来防御 对 但是这个气呢 就是不是想象那么简单 黑方现在十六近五 不是 不是以后大家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红方现在子力站位啊 比较这个凝重 这有点扎堆了 有点扎堆 而且都在对方的射程之内 但是我红方毕竟多了一个大子 红方多一个子 但是呢 它有很多 它有力的是 它因为它多个子 是它有力的一点 但是它不力的地方也很多 首先少个像 人打了一个像 对吧 还有一个呢 就是人要想得回一子很简单 有捐而近期的手段 直接马上就吃回一子 如果这个子吃回来的话 那人家还多冰多像 那您看看 比如说我的炮要是挪开 两个马 形成一个鸳鸯马的阵势 怎么样 现在你要小心 因为人家足五锦以后 这边还打着死鸡呢 对 所以说这个棋虽然是少个子 补个市以后呢 黑方有多种进攻方案 比如说有冲中毒 这有打死鸡 这还有进鸡捉马 所以这个弃子呢 就是一个非常精妙的弃子 他通过先棋后取 最后可以控制局面 这恐怕也是 当时郭凤达就是忽略了一点 他以为这个棋 刚才像你说的 如果补个市 我把兵一打掉 这个棋我还不错 这个鸡也很畅通 那您说 汪洋特级大师 他这样气泡轰向 是在多少不以前 就这样计算了的 我觉得这个棋 他走向其进武的时候 可能就已经预判到 红方的一些攻防变化 比如向其进武的时候 他肯定要考虑到 对方是否有这种手段 或者说 红方的出局怎么办 如果抛四进一 抛四屏五怎么办 本身的向其进武 他也可能主要就是为了 防抛四进一和抛四屏五 因为他中路这个结构 可以说非常好 但是也有弱点 如果一旦中炮被人摆上 刚才大家没捕石像的时候 那个局面 大家也看到了 也是有问题的 所以说他及时的 把石像补起来 江湖中路 对 当他炮四屏五的时候 汪洋枣就是 胸有成竹 气泡打象 是 然后捕石之后 反而 红方现在很难看的一个局面 是啊 这个一拱 大家看一拱 这一打鞠 这鞠没地儿了 被打死了 所以这个棋 大家一看 赶紧确保鞠的安全 先争个仙 对 把这马争取能给拱回去 对 其实李老师 比如说打象 他飞象的时候 那么 红方先手吃马 那么黑方不是 又轮到了红方下 红方吃炮 然后再冲 又轮到红方下 我当时就不是很能 但是好像红方是走的都是先手 但实际上走完之后 红方都落了个后手 就总是有这种先中后的感觉 而黑方正好是个后中先 你看现在捉炮 好 你是先手 我G9平6 我是个后手 但是后手完了 马上就有足够进一的反击 那我先冲一下 对 那么黑方 足够进一 那么您现在拱着我的G 拱着我的炮 我G4进一 G4进一 现在这个棋 就是 红方的可能是非常希望你要拱这个的话 我把马吃了 那么你拱个下 我多个子 对 完了还能再战斗 但是黑方先退马 马上退 让你去逃炮 这个炮位置很怪 没有特别好的地方 因为如果你乱跑的话 人实在不行了 把子吃回来 肯定黑方是吃完马之后 你的中向单向会出现问题 还有中足很厉害 所以这个时候 炮5平6 炮5平6 炮5平6以后的话 李老师咱们是不是这样理解这个棋 那么你现在是单向 单向的话 可能会受到攻击 那么现在黑方炮6平5 跟你对车这样打向 可不可以 先说他现在炮5平6 红方的设想是什么 就是这个马 他也看到了肯定是跑不掉的 你肯定是能吃到这个子 但是这个棋 我想当时他已经意识到形势不妙 他的想法就是如果你来吃这子的话 那么我可能浸泡 然后你吃掉的时候我还个中泡 虽然这个中炮不能给黑方造成多大的杀伤力 但是这个棋 就是暂时的也算是压制住了黑方的攻势 一时半会儿黑方的子也出不来 这个马也出不来 这个鞠炮也被疯着 很巧 您看您借助我的力量来看着想 完了他在寻找战机 虽然出于被动局面 他在争取看有什么能缓解的机会 这是他的一个想法 但是特技大师汪洋在这个时候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简明有力的攻击手段 他并不急于赤子 他对军 因为这个红鞠是唯一在棋盘上红方在外线作战的主力鞠 另一个鞠还在家里没有出动 速度比较慢 而黑方的主力 鞠马炮兵 尤其他单向针对性的展开攻势 可不可以说叫立体攻势 对 这鞠马炮我们说海陆空 三鞠 立体攻势 那么红方也没有办法对鞠 那么黑方15推6 对 15推6以后 黑方现在 红方 红方现在实在是有点接受不了当前的局面了 那么如果再被对方轻易的吃回一个子 他恐怕就输定了 所以他也进行了最后的顽抗 顽抗 对 那么黑方 他通过这个巧招来争取我多子 保证多子 虽然局面被动 但我保证多子 那么黑方先翻一张 对 不是 那么 足舞平斯 其实这时候黑方也可以逃马 让红的逃马的 但是汪洋已经算准了 这个旗是黑方有攻势了 所以他也走得很简明 就接受交换 对 浸泡打马 黑方这个鞠到G2-6是占领这个制高点 对 那么下到这儿 黑方G2-6准备控制红马的出路 这个时候红方确实显得子力很凌乱 虽然说是多个子 但是视相不全 少两个像 完了 鞠马炮 非常的凌乱 组织不成有效的攻防 分散 对 进攻和防守都很难组织 对 那么现在红方也没有办法 先把马跳出去 要不然被压住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了 采炮 黑方自然推炮 对 红方继续 那么下到这儿 现在黑方 鞠炮族已经形成了一个立体的攻势 那么这个攻势如何发挥 就是汪洋特技大师给我们展示了以下非常精彩的入局手段 让我们大家欣赏一下 姜 只有初帅 这时候这招其实非常的精准 攻击红方的敌鞠 对 这个敌鞠好像有一点尴尬 对 现在的这个鞠实战招法 这红方是十六进五了 我们给红方设想一下 假设这个鞠 我要是把鞠出来 我既闪开了底线较将抽鞠 又能把鞠抬高 今后占累 是不是能组织一定的攻势 李老师 我会 我先将您一鞠 对 这个只有进去了 然后我再 对 浸泡一打鞠 这个是非常巧的一招棋 这么一打 这个红鞠非常的尴尬 因为它不能落势 落势底下是一个门弓纱 也不能退二 如果退二的话 底下一将就抽掉了 那么这个棋 它恐怕只有在退一步了 那我就来一个三子归边 江 只有不适 然后平鞠 平鞠 平鞠这个棋是要抽姜 这一抽姜吃回一子 红的就输定了 所以它可能要立帅 那我先打姜 打姜 上姜 然后足四进一 下一步棋 黑方隐藏的是拘三退一 在足四进一直接突破的手段 不能支 支的话 拘就没了 所以这个棋 这个红方是很难接受的 那么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这个棋 拘一进二是不成立 那么黑方 红方在这个时候 它的防御也是很顽强 十六进五 先将军次序非常的好 先把你降降回来 然后平鞠 杀兵 是不是可以说 顺手牵羊 对 顺手牵羊 而且仍然埋伏着抽鞠 这个时候 红方选择了是拘一进一 他也是防抽鞠 实战中 黑方是底线 展开了抽姜的攻势 实际这时候 汪洋可能觉得这棋 确实已经胜券在握了 他没有去 可能也没有仔细的再去运算更好的下法 觉得这棋怎么都赢了 但实际上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时候黑方有一位非常精彩的手段 炮二进四 打鞠 凌空一打 我的鞠怎么办 这个时候如果说我退市怎么样 退市的话 比如说这个鞠滑过去 会不会很厉害 这招是一个巧招 打枪吃鞠 这个鞠不好躲 你不能退一 退一炮进一 将军鞠没了 那么他也不能吃炮 吃炮抽姜 没了 那么只有进鞠 那么这个时候 黑方可以将军 将军 再将两下 然后跟刚才 好像大家说那招一样 我再退炮一打 鞠就被打死了 不能落势 落势就闷攻 退鞠的话 那么就将军抽鞠 所以这个棋恐怕就迎来更加的简单 那么当时汪洋可能也是觉得这个棋应定了 也没有去再仔细的去运算一个更精妙的手段 是的 他实战走了 鞠一进三将 将 退 炮将 对 进炮将军 不是 落相 落相 这个非常的精彩 这个有点将军脱袍的味道 对 将军脱袍借将 对 非常的精妙 这个时候 红方确实没有办法了 如果这时候你必帅的话 黑方有非常精彩的攻杀手段 充足 你退马踩足好像很厉害 这可以挂脚 这可以踩足 但是黑方退炮一将 再充斥一将 无论你是拿士还是拿帅来吃足 他都可以得居胜 得居 真妙啊 这个棋 当时郭凤达这个他可能看得很清楚了 看得很清楚 马三退五 马三退五 那么 抛二退三一将 抛二退三一将 退市 然后这个军呢 把这个马给吃掉 捉马 对 这个没有办法了 平 完了 吃马 嗯 我们看看这个 黑方是怎么入局的 腰队 将军 大将 上 平足 平足这招肯定是必对军 如果对了军这棋 赢起来就有点费劲了 是吧 对 那么 红方 局五平八 现在李老师 我感觉有一点像千里照面的味道 对 这个棋现在黑方下一步呢 他就走了一个足五进一 当时在这个局面下 郭凤达就直接认负了 当时我们看到这个局面呢 觉得确实这个棋 红方已经没有办法再解决下面的手段 我吃掉呢 这个棋到这实际是结束了 那么我们给大家分析一下 说这个棋为什么红棋会认输 说这个棋没事我还吃着泡呢 是啊 是吧 你这还没僵死我吗 但是呢我们给大家演变一下 如果这时候红方吃泡 吃泡 嗯 黑方呢就是继续叫杀 对 这是一个杀招 红方推帅 啊 黑方呢 现在并不是将军 也不是什么平族 现在黑方的手段呢是居武平八 哦 李老师我看出来了 嗯 一将的时候 对 这个竹子一拱 他现在暗幅的就是下一招的将军 然后有一个县足 最后就是一个 咱们叫什么白脸将吧 俗话叫白脸将 就一个属于海底捞月式的白脸将 对 就给杀了 对 如果这个时候说那我把试落回来吧 那么黑方呢就有一个强行的入局手段 对 因为这边透着居呢 对 红方不能支 如果支掉大将就丢了 对 所以这个起呢 呃 黑方这时候还有一个变化 说我那我不吃这个泡了 我不吃这个泡了 我如果补个试行不行呢 顽强一些 李老师您不是的话 是不是顺势一通 对 顺势 这是一个杀法 那么人家在退帅 防范 所以帅 我觉得这个居应该划过来 可是我拿不准 拿不准 黑方平居以后呢 这还是不敢吃泡啊 对 那么红方有可能进居 准备打姜 把族吃掉 哦 我看出来了 江 对 帅斯进一 李老师这样你江是不是妙齐 对 这个是一个巧招 那么这个没有办法只有吃了 不吃的话 租金就获胜了 对 杀掉以后 那么黑方退居一江 这时候黑方有一部非常巧的作杀 我懂 这个足字一平 对 这个时候不能吃 吃了丢居 可是你要不吃下一招 居八进一 对 红方也不能避帅 避帅又是一个白脸江的杀法 所以下到这儿呢 也就在这个局面下 郭凤达也看清了以上变化 所以说就认负了 那么这盘棋汪洋以这个非常精准的 狙炮兵的杀法获得了胜利 很漂亮 好 那么这盘棋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